第一个,沉积眼 地表上常看到一层一层排列的就叫做是由沉积物构成叫做沉积眼 它是地球表面最常看到的 但是它是整个地球里面含量最少 整个地球含量最少却是表面最常见 为什么?因为渣渣都漂浮在表面 你们班上三个月不扫地,表面有一层灰 看过去表面就是灰,可是谁最多?地板最多 所以因为渣渣都沉在表面,所以表面最常看到沉积眼 但是沉积眼是最少,沉积眼最少 它有一层一层排列的排列会给你提 好,渣渣变成,就是这些渣渣压密交结在眼睛然后沉眼作用 这几个字在学习的屏幕曾经出现过 有没有什么压密交结在眼睛然后屏幕 不要管什么沉眼作用啦,都是温度跟压力啦 温度压力普通大,让渣渣能够变九条 沉眼作用 温度压力再大一点,可以让石头发生一些改变,改变 矿物组织延迟成分的,就叫做变质作用 再更大一点,让九条融化,就叫做所谓的 升溶作用 其实都是温度跟压力 然后温度压力,其实压密交结再结晶,让它变成一块九条 然后就叫做所谓的沉眼作用,然后沉几乎就变成了什么,沉积眼了 沉积眼的特征是有沉领 上面的图,一沉一沉样子,就叫做所谓沉领 好,所以就这个,就这句话 看这边这句话,一沉一沉排列,对不对 不要说沉领,学策考过一题,学策考过一题 所以有个石头,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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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它什么石头,你看到它那个一沉一石,就叫什么石头 沉积眼,因为沉积的特征是有什么 沉领,沉积的特征是有沉领,所以看到评论写的那一沉一沉一石,它叫做沉积眼 因为它特征就是有沉领 好,那问题是为什么有沉领 这一题我报答案给你 我先说,我当我报答案 上面有出现答案 凡是动脑时间后面的答案 不是圣经 不需要一个字不漏的照抄 你只要意思对,你看得懂 就可以了,OK 为什么会一层一层 会分一层一层 这两层一不一样 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 好,因为气候改变啊 因为气候改变啊 现在呢,流速快啊,当会流速慢啊 流速慢带来颗粒比较大 流速带来颗粒比较小 为了环境改变啊 是深海,前海啊 好,这一题 后面是半句 参考书业,好像不会好 海啊 海中间的沉领物颗粒比较怎样 小 靠海边的颗粒比较大 OK 学商讨议说 架列叙述何者正确 海洋中间的沉领物颗粒比较大 错 海洋的颗粒比较小 深海的海中间的沉领物颗粒比较小 靠近海边的颗粒比较小 所以就要立即沉领 大小颗不同 大小颗不同 因为我的气候不一样 我的环境不一样 所以我沉下的东西就会 不一样 因此就会一层一层的不一样 就有所谓的什么 沉领 OK 又是 沉状动靠的形成 一些环境的改变 气候的改变 各种沉积条件的改变 使得我沉下的沉积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就会构成所谓的沉领 可以吗 你们好看 不用一个字不漏的照擦 懂一死擦的对就可以了 他不是圣经 不是上帝的话 一个字不漏的照擦 不用 OK 好 曾经有三种 第一种我们主要叫这种 碎屑炎 渣渣 渣渣 经过成年作用 构成的叫做碎屑炎 因为叫生物炎 由生物所构成 生物以来对其国中只教一种 石灰炎 所以国中考试 你只要看到生物这两个字就什么炎 石灰炎 因为我们只教这种 我们只教这种 石灰炎 但是呢 石灰炎可能是 成电炎 化学成电炎 它会在这里提子 经过一些成电作用容易蒸发 或者是成电啊 像炎炎的什么 成电炎会做 但是我们几乎只教 碎屑炎 带了一个生物炎叫做 石灰炎 成电炎基本上就 旺比较大 但是有一句话带过去 OK 好 第一个碎屑炎炸 老师说 所有数字除非我要你背 我们通通 不用背 所以多大就不用背 但是旁边这个要背 由大排到小 由小排到大要背 睡界有分 碎屑炎炎 粉炎炎 跟叶炎 由大到小 自信要背 联考年代有考过 学测年代没考过 因为我给你讲过 学测喜不喜欢考 纯死背 不喜欢 这个叫做 纯死背 纯死背 学测是没考过 但是联考年代有 考过 所以你够背好 碎屑炎炎 粉炎炎 叶炎 颗粒由大 来到起来 像一个石灰炎生 脸道 叶炎炎 第一个叫做 利炎 啊 利炎是什么 有两个是看到吗 流水 为什么 因为它颗粒比较大 风吹不走 所以能够带来 流水带 有人考试味道 如果你怕谁带来 流水带 利炎颗粒比较大 是流水带过来的 如果中间塞了一些交捷物质 把它填满 如果里面的那个历史 有人流行的所谓的角力 角力 看看就好 重点是它是流水带来的沉积 流水带来的沉积 应该比较大 风吹不过了 OK 沙炎 这里写个粗糙感 页炎 这里写个滑你 什么东西 沙炎跟页炎是野外最常看见的成绩 那你到野外考察看到 你怎么知道它是沙炎还是野 敲下来 敲下来 敲碎 用手搓一搓 如果搓搓感觉有一颗一颗的 感觉有一颗一颗的 粗粗的 感觉有出来一颗一颗的 什么野 沙炎 如果 敲下来搓一搓 感觉细细滑滑 像沸汁的那样子 细细滑滑 什么野 野外 再讲一句话是给野外 好茶用 去野外看到 沙炎页炎时 最常看到的成绩 切好什么叫沙炎页炎 敲下来搓一搓 瘦一下 我知道 OK吗 好 再认为你们 老师的考卷上 会有远充 因此 字 要被刺 哈哈哈 要被刺 要注意 要注意 要被刺 死味岩 死味岩是由碳酸钙的化学成绩 它成绩有没有碳酸钙的化学 或者生物以来的危机 然后主要光成分是光菌 OK 所以死味岩可能是沉淀的 碳酸钙的化学成绩 也可能是什么岩 生物岩 生物以来的危机 珊瑚礁 生物有礁对不对 珊瑚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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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帅哥美女 停车战戒问 停车战戒问 来 请问 二年级 来来找的 这帅哥是谁 No.1 不在喔 没有1号 转学 No.2 28 起立 来 起立 28 起立 好来 问 李化老师教过 哪一个化学反应会产生碳酸钙成绩 那一次 你在学二氧化碳的时候学过 你学过啥反应会产生碳酸钙 碳酸钙的化学成绩啊 碳酸钙的化学成绩啊 你说阿姨我们要慢慢化成绩 不会 对不起李化老师 这个是二年级第一次断考就教过的玩意 来换个女生吧 女生你们翻这样看 这样子看 6号 6号 起立啊 老师说了 叫到你 起立致敬 起立 再一个美女 李化老师教 哪一个化学反应会产生碳酸钙成绩暗示 在教二氧化碳的成绩作用 这样还不错 你不要按照做 完蛋 2.7 2.7 3.7 李化老师要 一样一样 哪一位 一样一样一样 你们真的太对不起李化老师了 因不能 resistance 对的 坐下坐下 坐下坐下 不好意思我以后 我今天可能没有空问 今天可能没有空问 澄清石灰检验二氧化碳的方法 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 能不能讲 能不能讲 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 澄清石灰水通入二氧化碳 如果它是二氧化碳 会有什么结果 地中上 白色混浊 请坐 那个白色混浊就是沉淀 什么沉淀呢 碳酸钙 碳酸钙沉淀 请坐 石灰岩由碳酸钙的化学沉淀 或生物以孩的堆积构成 来 主意考试问你 石灰岩的矿物成分 请答 方解石 问你石灰岩的化学成分 请答 碳酸钙 听懂吗 石灰岩的化学成分 答 碳酸钙 石灰岩的化物成分 答 方解石 炳岩的化学沉淀岩的化学生分 主我们也知道 advis 很好,我喜欢